回来 我这个人违规了 还写我很坏 不可以写字的啦 这只是违规 但是这个像不像流氓 很坏的样子 不过这个不太对劲吧 这个 这个有什么跟他坏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处 啊 这个是我画的啦 放马过来后 这个是我画的 也没什么 这个还是最后这个比较精彩 精彩的 郭书一般认识他们 父亲也工毕业的 王校长教的真好 哈哈哈 画得很好哦 你看 我被流氓了 同一个女孩子 你看那个身材 哼 真的是 你看那个脸 吃根血架什么这样子 那个手指头 那个手指头你看 拿血架 小拇指来翘起来 对 这个就是充分有观察 还有想象力 对 好辣 怎么画 好辣 辣 哦 真的辣 嗯 再来就是我画的 哇 辣 你看这个夸张 这种辣 这个呢 真的很辣 但是 不可以这样做 他什么东西都画出了 你们知道 他画那个地方在喷水啊 哈哈 而且什么都没有穿 喷喷喷水出来 说你很辣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 那今天因为要 真正纪念堂 民族救星的殿堂 绝对不可以这样做 我就用一个 特质把他贴起来 从我们再重新拍一个 不能够亵渎啊 这个各位 以上所看到 这是我们家的 私密的训练场 就因为我们玩这个 造就了一个 今天画30年水场 画还不腻的人 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以上演讲 谢谢各位 欢迎 谢谢 很感谢 谢老师他不是指挥话 很幽默 他们家兄弟 他哥哥有教过 以前在台式广告训练班 那我那时候 刚刚考上大学 暑假闲着没有试 就跑去台式报名 结果训练三个月 因为我参加一个书 书华比较得到第三名 就问我说 你要不要让我们今天上班 还是耶 那时候 我在教小学的时候 一个月才八百块 他说他要给我三千 可是说行 我刚刚考上大学 闲了没有事 我在等开学 所以他哥哥对我还是有功劳 他哥哥是教摄影 我记得他当时是教那个 食物摄影 拿东西直接放在相子上 还有感光 然后就跑去钉子 叶子 就这样玩 所以我跟他哥哥还是有一样 他忘掉我 那时候他是在 还是广告新年班 那严博琴 就是要拉我去台式 可是我那时候 因为考上师大 我就说 抱歉了 我如果来这边上班 师大就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音业 我那时候如果去上班 我就会在台式上班 可是就不会站在这里 好 那这个时间 我们第二场 那个谢老师的话 就在中间这边 他的话大概大家都熟 他曾经我请他到我们师大去演讲一场 有点类似 可是我现在看还是很新鲜 我喜欢看他兄弟在那边比赛 这个理念要带到每一个家庭去 家里就不会有人说坏事 坏事坏在图画上 好 那现在我们接着第二场 我是算是我开场 好 好